第九讲 见招拆招打理鬼 造伪手段全揭秘 首先介绍造伪产业链 造伪的产业链他们通常是通过一些个材料 笔墨印章做旧印泥以及装表方面进行一些造伪 比如说我们上次介绍的乾隆皇帝的玉笔双塔峰 和李公林的丹侠仿旁居士图 乾隆双塔峰是石区宝级续边注录的 李公林的丹侠仿旁居士图是石区宝级初边记录的 比如说乾隆皇帝的玉笔双塔峰 他曾经是注录在石区宝级续边当中 曾经在04年和07年拍出来一模一样的作品 这个作品到底孰真孰假呢 我们先看07年拍出来的这件乾隆双塔峰 由于石区宝级记载的是宋代藏经纸 藏经纸实际上就是宋代古人抄经的时候 为了能够使这个经卷或者经册保持它的干净 不被墨积出来 他用了一种衬纸把这个墨吸起来 吸起来之后呢 这个纸不舍得丢掉 因为过去对这种经书是非常尊重的 非常高贵 那这个纸就作为后人装表书画的银首所用 或者诗堂所用 我们的乾隆皇帝是最喜欢用藏经纸来写字画画 那乾隆皇帝这个画玉笔双塔峰 石区宝级明确记载是宋代藏经纸 可是这里出现一个问题 在宋代藏经纸上呢 这地方出现了一个印章 仿金肃山藏经纸 金肃山藏经纸是宋代的 没有错 但是多了这个印章 仿金肃山藏经纸 那这个纸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明以后出现的 还有一种印章上清楚写着 乾隆仿金肃山藏经纸 那我们经过大图分析 发现它是仿金肃山藏经纸 那这个纸的年份必定不够宋 一定是明以后 文正明经常用仿金肃山藏经纸来书写绘画 那这个纸就决定了 它毕竟不是石区宝级记载的那一件 宋代藏经纸 另外从材料上分析呢 它首先这个印章 刚才我们看到两个印章是不协调的 左边那个印章是很自然 完全是传课 这个大师进行用刀 一刀一刀的传课出来 那后面那个非常疑似是电脑 机器磨出来的 还有呢就是印尼方面 刚才我们说印尼 它是八宝印尼 右边那一店呢 印尼呢就鲜红如雪 所以呢从印尼上也看出一些破绽 另外就是墨色 乾隆皇帝的用的墨叫龙香玉墨 这个墨能够深入石头到纸张 圈地上 如果我们能够从背后 从它的表背来看 它的这个印 它的这个墨都能够沁到这上面 我们称之为圣背 那现在造尾的人呢 基本上来讲都是在有本造尾 什么叫有本造尾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范本 你才能去造尾 如果没有范本 凭空一造的话呢 很容易露出破绽 所以呢就叫有本造尾 通过电脑投影等等 我们再介绍 刚才我们开始说的那一件 李公林的单侠仿旁居式图 这个原件是在辽宁博物馆 那突然在北京的一家拍卖公司 出现了跟它一模一样的一个作品 那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辽宁博物馆的 单侠仿旁居式图 大家仔细看 看这个树的这地方 它的轮廓线非常清晰 没有复笔 就是没有重复的笔触 然后这边的人物 神态比较好 树呢 基本上宋人花树都是由土中长出来的 它的毛发都是丝丝入肉 这是宋人的特点 单侠仿旁居式图呢 是石区宝吉出边 收藏在辽宁博物馆 由于这个末代皇帝溥仪 他呢 从北京故宫被陆忠林给赶出来之后 就溥仪带到东北这批货 我们称之为东北货 怎么识别是不是东北货呢 就是上面有一方印 刚才我说的叫 宣统预览之宝 识别这方印 杨仁凯先生的国宝陈福录 非常清楚的记载 李公林单侠仿旁居士图 石区宝吉出边驻路 南宋画 为天津林喜亭所藏 收藏者很清楚 但是收藏者把这东西最后 就有偿捐赠给了辽宁博物馆 就一直就在辽宁博物馆 那市场上怎么会出现一个一模一样的作品 徐邦达先生在他的这个 《重定清宫旧堂书画录》里 也明确记载 李公林仿单侠仿旁居士图 石区宝吉出边 玉书房临世天津 宋画非礼作 他也认为是宋画 但是非礼公林作品 那可见这件作品呢 不仅是经过惠君记录 经过杨仁凯记录 又经过徐邦达先生记录 他的流传是非常可靠的 李公林的这个作品 到底我们怎么来判定 在笔墨上 李公林的人物线条呢 完全是按铁线描的形式 山石树木的画法完全符合北宋特点 其实我跟大家 我们只要是学一些绘画的一些个理论方面的知识 我们很清楚 北宋的绘画 他画的比如说树 勾完轮廓线之后 一层一层的向中间渲染 一直到中间 树的中间部分流出一道受光线 这个受光线就营造了这个树的立体感 那李公林的绘画就是这样 另外他的这个线描是在顾凯之的基础上 发扬光大 演变成铁线描 在此之前 都是一种没有意义似的 这种铁线描法 而是在高谷游丝描基础上来产生的 但是李公林 到了李公林正式将它形成一种铁线描的体系 那这个造尾的本子 他的画法完全应该都是根据临摹 他是没有李公林的这种笔触 这个就是李公林的五马图 我们这里给大家看 所谓铁线描 为什么说它刚硬 全部都用中锋 毛笔的中锋来用笔 从马的脖子一直到马尾 那里也是 就是由于这个作品时间很长 它的墨逐渐的就损伤了 磨掉了 我们来回老翻手卷看 或者老打这个侧页 或者老看利轴 必定会对它表面墨影响 这就是一种破墨现象 这个你看人物的这个冯头帽子上面 墨色出现了破墨现象 这个颜色是一堂色 非常清楚的 还有就是倦地的成就感是没有的 这个倦地自然的成就感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古代书画出现鱼子口的破损 必定是超过三到五百年 这是徐邦达老先生在伟俄考验里提到的 那我们看这个呢 就没有这种现象 这个就有这种现象 那经过这上述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断定拍卖公司出现的这一件作品 必定是维本 鉴定 现代造伟和古代书画 应该从哪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现代造伟是没有古代 古代这个流传有序的作品呢 这个成就感它没有 就刚才我说的 出现这帽子上的这个破墨感觉 印尼的这个单一色调问题 还有呢 就是它这个出现破损的鱼子口问题 它没有这种成就感 另外它的笔触 无论是绘画 还是后面的书法提拔 它都是描 没有像古人似的 很坚定 一笔完成 李公林如果要是画一幅画 它这个笔触不会是反反复复来回描 后人的提拔也是一样 好比刚才说普恰和瑶兽 他们写出来的字 必定有非白 有分叉 有它的这千丝 上下灌气 字句行句 非常自然 那造伟的 必定是缺乏这些特点 什么叫破墨呢 就看台北故宫这次展览的 文童的墨竹图 墨竹图 这些地方看 这些地方就是很明显的破墨现象 另外呢 古人画竹子呢 有两个人画竹子是非常有趣的 一个是文童 一个是宋徽宗 两个人都是用脱笔出锋 再画出竹间 笔出到了竹间的时候 没有停 继续往前 又出了一个竹间 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所介绍的 这破损的鱼子口现象 这些地方就是很明显的鱼子口破损 如果现代造伪 它为了能够使这个产生这种破损 虽然达不到鱼子口 怎么办 它一定要让这个圈干了以后来回折 来回折 来回这么反复的折动的过程当中 这个地方卷丝断的时候呢 必定还有连起来的 还有一个问题呢 现代造伪 它的破损的地方 类似于这种鱼子口 是刀割的 用手术刀 用那个小刀割出来的 所有的卷丝断的地方 没有出现毛叉 就那种毛 毛茸茸的感觉 没有 完全是很刀 一看就是刀割的 很坚定的那种刀割的 那这个古人就不会 他的这种自然破损 尽管他出现了这些个材料的折断 但是他的出现的这种毛叉非常明显 所以这就也是断定 这个鱼子口破损的这个一个基本的方法 另外 鉴别古代书画 他的一个墨凹入进材料之中 怎么来判断呢 就是我们怎样 对着强光或者阳光 四十五度角 比如说我们拿着这本书 四十五度角 对着阳光来进行看 看他的墨 是不是完全渗入到材料当中去 这个呢 对我们鉴定古代书画帮助非常大 新的造尾 毕竟是浮在上面的 只有年时间的 时间的这个 够长 他才能使这墨完全渗入进去 另外印章 印章造尾呢 识别的最明显的方法 就是看他的印章的这个 阴部的转角处 是否是圆润的和 见棱见角的 我们的印章 转刻都是用刀 用刀来冲出来的 所以他那地方是 基本是九十度角的 但是新的造尾 电脑造尾的这个印章呢 它是完全用电钻 机器来磨出来 磨出来那地方 这个印章是弧形的 它的死角处是弧形的 就类似于这样 是弧形的 不自然 那盖在这个纸上 造尾的印章和这个 刻的印有什么区别呢 刻的印是自然的 大家一看这个印呢 这个刀法转文呢 都很清晰自然 这个新的印章呢 它的这个转文 和它的这个 它的边缘 一看都是机器磨出来的 它是不自然的 没有刀 冲刀冲出来的效果 还有就是印尼 造尾的印尼 它为了使它 产生这陈旧感 它要加什么 烟灰 或者是细的土 来增加陈旧感 但是 这个印色 必定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这个印色 就不像那个古的 那种八宝印尼的印色 那么和谐 而且这里边有昏暗的感觉 那最后在装表方面 仿造清宫的装表 这个装表 你解决不了啊 清宫到今天 就算嘉庆皇帝到今天 也是二百多年了 那怎么解决这个装表问题呢 那它就要用日晒 烟熏 增加它的古旧感 还有一种呢 就是故意 要喷上一些个 拿那个什么喷枪啊 喷上一些糖分的水 含糖分的水 要让虫来吃 使它呢 出现虫吃现象 但是这个虫吃现象 也能区别 古人的这个虫吃呢 不像今天的这样 非常清晰的 它是一种弥漫性的 虫吃现象 现代的造为的虫吃现象 是非常明显 就像刀客的一样 我们再看 刚才我们说 徐邦达先生和杨仁凯先生 都认为 李公林的那件作品 《丹霞仿旁居士图》 是宋画 南宋画 那它的南宋的卷 毕竟有一个什么呢 南宋的卷就是这样 这是高清放大之后 是双晶通一尾 两根金线合在一股 通一个尾 双晶通一尾 那好了 清宫装表也存在了什么呢 一般来讲 清宫的装表 它像它的天地头 这叫天头地头 基本都是湖南的这种表灵 那上面的花卉呢 一般都是如意花卉啊 蝉之莲 那这个两根带子 是什么呢 就叫晶艳 这个上下两个呢 就是锦眉 那在下面呢 还有它的如意的花纹 清宫装表呢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肘头 它的肘头 大部分都是这种如意肘头 如意型肘头 它的材料有几种 紫檀的 黄羊墓的 金丝楠的 这种肘头 我们看 还有呢 就是重要的作品 一般都盖上三方大印 八征茂念之宝 五福五代堂 古西天子宝 太上皇帝之宝 这三方大印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间段 八征茂念 就是他的八十岁 五福五代堂 就是五世同堂 太上皇帝 就是乾隆皇帝训位 就是让皇位给他儿子 做太上皇 这就是他的重要作品 毕竟是有三方大印 第三个方面 要判别作品的真和伟 还要从石曲宝剧注录上来找 在渐渐古代说 真与伟是与非 必须要通过我们的这个知识体系 来进行鉴定 才能达到了然于胸 下一讲呢 我们给大家讲 谈目鼻祖 乾隆皇帝的概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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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